大家好 欢迎来到三叔的频道 可能是昨天玩了一天太累了 小朋友们一觉醒来 已经是早上9点 起床清醒一会儿 随便吃点东西 上午10点坐上电瓶车去往进磁 从进磁宾馆去进磁也挺方便的 电瓶车从不同的宾馆楼拉上游客 到一个小红门 可以直接进到进磁盛境 一路上风景也是很美的 但昨天晚上转的时候 确实感觉有点渗透 说起进磁 大多数人都能想到 曾经语文课上学过 也不知道小朋友们是从哪里听说的 他们竟然知道 进磁是太原最出名的景点 说起小时候的语文课 还真通过不同的课文 了解到了很多的旅游景点 要不现在怎么会有 带着语文课本去旅行一说呢 记得当年最爱的一件事 是发生在杭州 20年前第一次去杭州的时候 在西湖边打上一车 跟司机说去乾塘江大桥 当时司机都愣了 天都快黑了去那干嘛呢 回来都打不到车呀 前塘江大桥是语文课上 印象最深的东西 司机倒也实在 开到雷锋塔就让我下车了 他还说你真要想看到桥 最好是白天去 现在天快黑了还是转西湖吧 见识短多可怕 看来很多地方一定要亲自走一趟 才能改变自己固有的印象和认知 第二天我坐公交车到了前塘江大桥 然后进山走过九溪走到龙井 看来这乾塘江大桥并不是一个景点 只是通过语文课本建立的初步的印象 而这种印象与现实还是有非常大的差距的 由此不得不说即将要去的禁词 当年学这篇课文的时候就感觉整篇课文怎么全是词呢 跟古文似的 那时候年少无知啊 对于这类词到繁华丰厚的文章 完全是一种月儿读不进的状态 不是不认识字是根本看不进去 后来同学们总结得出一结论 山西太原有一禁词 刻文里描绘的特深特美 你看就这么简单 作为全国范围内的一颗璀璨明珠 不来禁词网到太原呢 马上去凑热闹 由于是五一长假再加上天气优美 所以今天的游客特别的多 另外由于当年没有学好课文 所以走入禁词圣镜就感觉晕头转向的 禁词在哪呢 小朋友们倒不在乎这些 他们见到公园都特别的高兴 那我们只好跟着游客一起走吧 前面还有小桥和流水 抬眼望去 远处有一红旗在飘扬 终于找到禁词的入口了 游客熙熙攘攘 找几个地方拍几张照片吧 赶紧去买票 现在都已经十点半了 小朋友们带着我走进了禁词 印象中是按着逆时针的方向转的 据说禁词里有三角三宝三扁 这次完全跟着小朋友走 玩到哪是哪 也就不刻意的去寻找各个景点了 顺着锣鼓声穿过一群舞动的大姐 走到一个大戏台前 可能是五一的活动 这里正在传递闻名之声 站到戏台对面的台阶上看正合适 转过身来还有高大的古树和古老的房屋 古树上搭着鸟窝 树枝被特殊的装置拖住 有艺术家在此写生作画 树荫下小朋友们抬着头看着大树 这环境简直太美妙了 再往后的屋子还能上 走上去看看 站得高望得远 房顶上也能走动 不同的角落都有人在写生 这里差不多是锦池的最高处了 沿着墙边的台阶下来 走回锦池的中轴线 传说中的经典大概都在这片了 有亭子有大殿有古树 有各种各样的历史遗迹 亭子下面栅栏包围的应该是全眼 旁边的圣母殿有雕龙盘柱 算是禁瓷里比较大型的古建 把禁瓷当一个大公园确实非常不错 想要了解历史文化可以仔细观摩甩摩 关键是禁瓷里有很多树荫和供游客休息的地方 特别适合带着小朋友来游玩 另外这里还有水有桥 小朋友们都特别的喜欢 像这个禁阳第一拳南老拳 则是游客特别扎堆的地方 南老拳亭建于北齐 明朝曾重建 所以既有明代的特点 又保留有北齐的风格 明末清初 釜山所提的南老拳 被列为禁瓷三大名拳之一 当然这南老拳也是禁瓷三绝之一 游客们排着队依次接触一下南老拳水 似乎有着非同寻常的寓意 全岸龙头的下方有一汗白玉石雕小和尚 单手拖着一个石碗接着飞溅的泉水 游客们还会摸一摸他的脑袋 这是有什么讲究吗 大热天的小朋友们喜欢玩水 都舍不得离开了 抓紧时间再转转其他地方吧 一会儿呢还可以回来继续玩 再走一走好像还有几个瓷和一个书院 对对对对 你要一个儿子一个姑娘 有树荫有凳子就是好 坐下来休息休息吃点喝点 再次回到南老拳 排队接水洗手的游客络绎不绝 只是窄窄的石桥上偶尔会引起单向的交通拥堵 天气热在这里玩玩水挺好的 我还特意排队接了一瓶南老拳水 没出劲子就喝光光了 小朋友们玩水玩够了 我们继续溜达 要不是为了赶时间 可能会在这儿多玩一会儿 因为下午要回石家庄 路上估计还要两三个小时的时间 有点几次回来 转发起来 小路上传播 这个客户主已有限 那儿都会在这儿多多的 一个小时的 我叫我们帮忙 就吃饱了 这个客户主要吃饱了 还能吃饱了 小孩 这一瓶川 你一瓶川 就吃饱了 吃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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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出去还有禁祠圣境和禁祠公园 还得吃饭 所以时间挺紧的 转得差不多了 咱就出去了 从禁祠出来沿着长长的水道 走进免费的禁祠圣境 五颜六色的花草景象绽放 整个公园太漂亮了 红色的长廊坐满了游客 绿草地上也有很多小朋友在风跑玩闹 不知不觉我们彻底迷路了 上午从禁祠宾馆过来的小红门在哪呢 最后找到仙风阁宇花寺才算有了点眉目 禁祠圣境 禁祠公园 禁祠 禁祠博物馆 想起这些到现在还是有点晕呢 终于走进小红门 一门之隔这边格外的清静 禁祠那篇刻纹被完整的刻在石头书上 回味一下依旧感觉如初 眼看着快一点了 坐上电瓶车赶紧去吃饭吧 往回走只有我们几个人 所以时间很快 又来到绿色的草坪 看来婚礼早已经举办完了 草坪又恢复了原来的模样 吃饭去小朋友们都饿了 点的都是面 吃饱喝足一会上车就都睡吧 下午两点半我们从禁祠走上了高速 短暂的太原自驾游到此圆满结束了 眼看着夏天到了 小朋友们更加待不住 总是想着要出去玩出去玩 过些日子咱去跑一跑新修的太行山高速怎么样 那咱们下期继续吧 同一个旅程不同的主张有什么问题请刘雅晚转发点赞 最后别忘了下期内容更精彩 记得关注三叔我们见不散 那我们其中老大老二老三 请充满看着 明星年归来到二月的太陽 独自家的寻思 说是像中学一样的 那俩回来到小朋友们 说是小朋友们